歡迎您收看頭髮細巷 我是山佑琪 這真的是好消息 台灣的這個民眾 可以施打疫苗的年齡層 越來越廣了嗎 最近很多人都在講 好期待趕快輪到 可以上網預約疫苗 那唐鳳的疫苗預約系統 這個很快就要上線了 而且就在這個時候 日本要追加贈送 台灣的113萬劑的AZ疫苗 再加上台灣自己買的 總共有超過 170萬劑的這個AZ疫苗 這個最快大概7月8號 當天就可以到貨了 而且台灣民眾真的很棒棒 最近的網路上在熱議 我們光是靠著這個三級警戒 你看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從三位數的最高峰 一路降降降降到現在 每天不超過30例的 這個本土新增個案的增加 所以現在看起來 7月12號為解封 似乎真的是勢在必行了 不過全國最大的問題 還是在台北市嗎 台北市的環南市場 已經復勢了 柯P說他接下來的目標 就是要拚台北市民的普篩 所以他開放了七間醫院 要做PCR的免費檢測 而且對象竟然不只台北市民 大家都可以去做 只是柯P的這項德政 竟然又被外界罵翻了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而且大家都很關心台北市的疫情 可是這個時候 台北市這麼重要的衛生局 竟然仍是大地震 不但局長被請假 今天聽說突然露面了 露面之後呢 據說現場的官員 大家都超尷尬的 現場怎麼回事 而且台北市衛生局裡面 竟然從股長 科長 小到專員都被調離現職 據說基層明怨衝天 他們說在柯P底下做事 真的是沒有功勞 也就算了 現在只剩下黑鍋 可以背嗎 而且眼看著7月12號 台灣可以為解封 那現在大家也多關注 為解封之後 沒有三級警戒的這個保護罩了 台北市真的要靠自己了 台北市要如何 不成為下一個破口呢 專家居然都憂心忡忡 這什麼狀況 先為你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的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台大公營專家陳秀席教授 大家好 財經專家許青煌 右腳大家好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簡舒培 大家好 好 我們還是先來關心 今天台北市的環南市場 已經開始復世了 那柯P說他下一個手段 就是要普篩 達到清零的目標 但是到底能不能夠做得到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環南休市三天之後 今天復世了 一大早指揮官陳時中 就來到了這個現場 但是現場卻看不到柯文哲 也就是陳時中 比柯文哲早來了一步 而陪伴在他旁邊的 除了副市長黃珊珊之外 另外一邊就是王碧勝 黃珊珊說現在環南的攤位 都清乾淨了出入也都有管控和限制 現在台北市已經準備好了 而且環南市場的自治會長 林勝東說 這個今天有夠慘的 只有攤商沒有客人 大家都自動降載了 可是如果不解封的話 不是病死就是餓死啊 那陳時中也說大家要撐住了 看這個疫情的趨勢一定會越來越好的 8號這邊在進行大規模的PCR篩檢 切斷傳播鏈 那15號大家就要持疫苗證明 才能夠進這個環南市場了 但是我們來看 今天的整個的安排 陳時中前腳剛走 柯文哲後腳來了 柯文哲一來還大讚 知識會長林勝東讚 說他的強勢領導 所有的攤商 你看看他都喊得動 另外台北市的多處群聚案 柯文哲在三下的同時 他自己到底控制好了沒有 虎林街的32例 南機場的這個國宅16例 這個柯文哲說呢 現在看起來疫情趨緩了 像虎林街的陽性率 就只有0.038%而已 但是呢 為什麼呢 還是不停的有零星群聚爆出來呢 柯P當作不是講嗎 我的方法是最快的 我才是專家呀 但是呢 真正專家的這個建議呢 柯市長卻聽不進去嗎 我們在座的台大公衛 專家這個陳秀熙教授說 市場攤商的其實未來 可以定期採檢抓出這個黑數 可是柯市長怎麼說呢 他說 每週叫我做一次萬人PCR 這會搞死人的 我寧可經歷拼攤商的疫苗覆蓋率 以免掉後續的這個麻煩 好那到底誰說的有道理呢 好另外呢 台北市呢 說這個未來要達到清零的目標 怎麼做呢 現在開始要開放免費的PCR篩檢了 這個柯市長總共開放了這個七加一月 而且妙了 不限台北市民 大家都可以來這個台北市做免費的PCR篩檢 台北市政府通通買單 好那關於這一點 這個柯市長被外界給罵翻了 為什麼等一下我們來聽聽來賓的意見 好當然呢 這個外界質疑 其實你現在才要做PCR根本重做已經太慢了 但柯市長說 因為台灣六月中才有大量PCR的能力 武器不同 戰術就會跟著變 這一次的經驗來看 要清零 普篩是最後的手段 現在柯市長經驗又很豐富了 他說 否則會有無症狀的黑數 潛藏在社區裡面 但是被誰打臉 被民眾黨立委蔡壁如打臉 蔡壁如說 除非你台北市封城 否則不可能真的清零 但是大家都很關心 台北市現在整個的零星爆發的群聚的狀況 尤其是環南市場 我們來看今天最新情形 好那我相信這個疫情下來 好那我相信這個疫情下來 好那我來看今天 好那我來看 好那我來看 我認為環南市場會議 那個 最同感的調控 那我們也設這個機會在 那環南 我們也設這個機會在 我們也設這個大臣 我們也設這個機會在 台灣大量PCR能力是6月中以後才有的 在苗栗的那個電子廠 那是北融去做 那個才是第一次 但是我們是看過 北融可以做 我們也是看人家的SOP 你知道方法 學起來 然後才開始 台北市也開始可以做了 所以 這也沒有什麼叫對錯了 就是說 當你 所以應該這樣講 武器不同的時候 戰事會跟著改變 好問一下這個學偉 你看今天環南市場大勢 休市三天之後 今天復市了 今天這個陳時中一大早來 柯文哲還故意跟他錯開 幹嘛要錯開呢 而且柯文哲的後腳一到 馬上大讚這個自治會長 林勝東 讚啦 你看看所有攤商都得聽他 都壞掉了 所以你怎麼看 這個柯文哲的這個說法 還有他下一步 說要進行這個 全面的這個普篩 台北這個不只台北市民 大家來台北市篩 通通給你免費PCR篩檢 這樣子我這個台北市可以清零 你怎麼看 其實陳時中前腳手 柯文哲後腳道 這個大家都很知道 這是政治動作嘛 對不對 掛中的買 對不對 當初那個林勝東 幫他擋掉了 那個林昌佐的大砲 對不對 他為了林昌佐這件事情 你看他得到了多少政治紅利 對不對 大家都罵了現在炮火 是對著林昌佐 不是對著柯文哲 那問題是發生在誰身上 當年追根就底 還是在柯文哲身上 對不對 我們講說現在清零或家零 我說真的台北市不要太多 清零或家零 帶就嫁人了 想那一罐 回不來了 對不對 那你現在要怎樣 是要禁止他 往後能夠零星的爆發 我昨天不是拿一張圖表 告訴你說各區的那些爆發 我說中正區中山區的話 是下一波你要注意的地方 還有北投士林區 因為現在零星案例是最多的 對 那我們沒有辦法清零或家零 就從這些零星案例 看到他未來有可能從這個地方 就滋長出來病毒啊 對不對 那我說實在話 我昨天也講過說 7月12號究竟能不能順利解封 對 現在就是要看你台北市的疫情 掌控狀況嘛 其實你看台北市最早 所謂的快篩戰的話 包括萬華八皮療 西岩醫院中心醫院區有沒有 欸這都是台北市最早設的耶 對 照理來講你那時候最早設的快篩戰 你如果後續能夠把這些快篩戰的 那個政策有沒有延續 或者那個的話 你早就把一些社區黑樹抓出來啦 那他為什麼後來會沒有 因為他後來開始政策開始轉向 不要說轉向啦 是暈頭轉向啦 對不對 所以他一下子你看他記不記得 6月16號他還告訴大家說 就算沒有疫苗 再給我一個月時間也能夠 對喔 對啊 那6月16號我不是寫要立下軍令狀嗎 他的軍令狀他現在沒有沒有沒有實現啊 腦袋要不要割下來 所以我就跟你講 大聲音說太多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他後來又告訴你說 他不知道他剛開始教科書告訴他的是 在醫院裡面的感染是最嚴重的 後來哪知道發生在市場 我不是講說外國的先例很多嘛 市場本來就是一個很容易那個 而且是臺灣的市場有沒有 臺灣的市場你看魚看肉什麼 整天人一招 又變來變去摸來摸去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很很嚴重的一個 一個感染的途徑啊 所以你搞不清楚 好難你現在說 你現在開始我跟你講 全臺灣的縣市你有沒有發現 只有臺北市立了一堆專案 這些專案真的是看到紅葉就開城你知道嗎 你看那虎林專案對不對 他塞了五千九百多個人啊 驗了五千一百九十五個人 可是你知道陽性兩個 那市場專案對不對 他現在是篩檢還在持續進行啊 就是北農還有環南市場那個 那市場攤商的接種疫苗專案 你看就三個專案了 現在又跟你說北市聯誼 七家醫院的話聯合就是免費PCR 你早知道會有這些不知道的黑數 我們講過黑數這種事情 在社區裡面已經講多久了 問題是你就從頭到尾 他現在說誰跟你說台北市沒有疫調 可是就沒有精準疫調嘛 對 他說我都是精準疫調呢 那親才講講 我就跟你說樂區普篩 你現在就是看著紅葉就開槍 散彈打鳥 你說現在疫調 你要先瞭解這個社區的疫情概況嘛 而且之前人家在講說 你快篩的那個速度 篩檢的速度 太慢對不對 那太慢他現在終於承認了 他也沒有說 他沒有承認他太慢了 他只是告訴你說 大家都在攻擊他 他這個不是慢 當初是因為時間跟金錢的問題 那現在金錢沒有問題 現在錢沒問題 他現在錢都拿出來了嘛 所以現在就開始做了 我就跟你講說這個就是 那為什麼柯文哲他 我剛剛一直講說他後續的政策沒有延續下去 開始暈頭轉向轉了一大堆東西的話 我說實在話 因為柯文哲他現在很清楚 他如果要在政團生存下去 台北市市長 這個任內是他最後的政團告別座 他如果在台北市 他如果在台北市 漏一層有的沒的 讓人家聞得很臭的話 他政治生命告死結束了 2024他想都不用想了 那到2018的話選舉的時候已經跟民進黨鬧翻了 對不對那時候選台北市長鬧翻了 所以他現在趁著民進黨虛弱的時候 執政黨虛弱的時候 為什麼虛 等一下我們再講 現在就很多政策 包括口罩政策 三加一的破口這個事情有沒有 他就覺得現在民意反彈 開始在反撲嘛 那反撲之後那怎麼辦 他就帶頭討伐 他一定要造反的那個頭 他才有辦法當作開國民軍 所以他當然帶頭嘛 因為他又看到說國民黨現在反抗無力 你看現在國民黨軟軟軟 出來講話就被人家炮轟 對不對 你連一個政策 連一個反駁 一個監督的能力都沒有的時候 柯文哲當然想說取而代之啊 所以你看趁國民黨 國民黨不是虛 國民黨早就快沒了 那民進黨虛的時候 你現在我說實在 民進黨現在只要攻擊柯文哲的話 那一群反對民進黨 對民進黨執政有疑慮 或者不滿的人的話 全部都倒在柯這邊來 你看那天林長佐嗆他的話 本來嗆他就是明代應該做的事情 可是他一嗆之後 作用力是反彈到林長佐身上嘛 現在一堆人還在說要搞林長佐什麼罷免 現在這個罷免實在是搞到最後已經變成 亂七八糟一大堆了 所以就跟你講說喔 當人民進黨有他笨的地方啦 你在萬華這個區域的話喔 說實在的話你應該用其他方式去攻擊啊 他不應該去當著林勝東的面去打 你看那個林勝東對不對 對不對 柯文就跟你說他發的燈檔 所有攤商發的燈檔 當然也發的燈檔 林勝東在那個地方一天賣五千隻雞 我跟你說只剩那些雞人的 他本出去的利潤就不知道多少對不對 而且你看 你看你今天萬華本來就是綠營的票倉 對不對傳統以來綠營的票倉 以前吳正吉已故的那個那個航警局長有沒有 吳正吉以前在萬華當分局長的時候 陳水扁來他是幫你指揮交通幫你開道 馬英九來插都沒插你了 所以後來馬英九當了市長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吳正吉從萬華調北投 對不對他開始修理他嘛 那後來陳水扁拿到陳水扁當了總統之後 他步步高升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萬華從來就是綠營的票倉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林昌走跑去那邊 連自己人都打的時候 當然那個作用率是反彈到自己身上 萬華是台北市民主勝地之一 對啊 以前他們 萬華跟大同區嘛 以前五六天在說 涼添丁的時候 馬國民黨的時候就在幫他跟台東吃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柯文哲你現在 一直想著說要把這個事情解決掉對不對 你如果可以解決就是你的政績 你如果沒有解決的話 這個帳到最後都算在柯文哲頭上 這是封建柯文哲啦 現在就環南市場虎林街啦 還有那個中正國宅 就是那個南機場國宅有沒有 這個是你現在最急需要拆掉的蛋 而且這個是很明顯的告訴你說 熱區就在這些地方 那你用什麼方式 去把這個炸彈給拆掉 就看你柯文哲接下來要怎麼努力